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七 今天给大家分享相见龙丽鱼的做法 我做的是两人份 所以我准备的材料有解冻好的龙丽鱼两条 一小个西兰花,一根胡萝卜 黑胡椒粒 盐 白胡椒粉 一个柠檬,其实只用半个就够 油还有旺拍的淀粉 接下来我们来切西兰花 我们沿着这个西兰花的梗子切 这样不容易把西兰花切碎 不会有很多渣渣 然后我们把削好的胡萝卜切成条 把它切成两段 然后切片再切条 然后我们把柠檬两边去 然后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把中间白色部分 比较苦的地方也切掉 接下来我们用几张厨房纸 把龙丽鱼的水分吸干 因为它是解冻过后的 所以就会比较湿一点 但这一步你也可以在切蔬菜之前就做 因为我不想洗两边菜板 所以我就先切了蔬菜 再弄这个鱼 吸干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龙丽鱼的表面 撒上盐 黑胡椒 白胡椒 然后我这边 第一面的盐撒的有点多 所以背面就不撒了 如果你第一面盐撒的比较少的话 可以两面都撒一些盐 我看了 因为我听说是没有油 但是我看不见了 还要给你一步 怎么看 我看不见 你的话 可以让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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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看不见 是没有油 所以我看不见 两面都撒好了黑胡椒盐和白胡椒之后呢 我们就用手把这个鱼的表面和这个调料抹匀 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在盘子上 大概腌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烧一锅开水 水沸后加入西兰花 我们这个西兰花大概焯一分钟不到 颜色都变绿了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可以加入一些色拉油 让这个西兰花的颜色保持的更久一点 进来就要加上去汤水 然后我把汤水拆开 入鱼 我们下一个小小的汤水 我们下一个小小的汤水 就是说你把它拿起来 然后我们下一个小小的汤水 就让它们就吃了 只要是一根小小的汤水 所以我们下一个小小的汤水 接下来我们来焯胡萝卜 把胡萝卜都放到这个 刚才焯西晚化的水里 然后盖盖子 焖个大概两三分钟吧 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倒熟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刚才 腌好的龙丽鱼呢 两面都抹上薄薄的干淀粉 等一下炸的时候 它不容易散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煎我们的龙丽鱼了 我还是建议大家最好用不粘锅 可以少倒一点油 也不会把它煎散 我这里用的是铸铁锅 还是有一点黏的 然后把龙丽鱼下锅煎 煎的时候把平的那一面 在锅底 那这个时候我们先量不要翻这个 要等这个鱼里面 这个里面的 这个油煎的差不多 就消好了 现在再翻它 鲜鱼里面 就切成小火 然后再翻炒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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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铁锅还是有一点粘的 就还没有做到完全不粘 所以大家最好还是用不粘锅吧 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不粘锅的火不要开太大 然后就把这条鱼铲出来 把粘在锅底的那些鱼 稍微呛一下这个锅底 然后再煎另外一条鱼就好了 然后我们今天的香煎龙丽鱼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摆盘吧 准备一个你喜欢的盘子 把鱼啊西兰花呀 还有胡萝卜都摆在上面 其实这道菜还挺容易做的 如果你在家里想吃鱼 然后又不想那么麻烦的话 可以试一下做一下这道菜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鱼上面挤一些柠檬 这样会带一些酸酸的口感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吃啦 然后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麻烦帮我在视频下方点个订阅 也可以帮我点个赞或者分享 谢谢